Hi guys, welcome back to my channel 今天呢又是一个跟包包有关的影片 那其实也是我自己本身蛮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 其实我这一两年是真的蛮热衷在包包这个领域 那我自己也爱买然后也爱看 除了那些真的很奢侈品的包包之外 尤其是这半年其实我开始关注蛮多 就是小众品牌的包包 其实很多时候我买奢侈品就是买它的brain name 它的logo跟它背后的marketing的那个成本 有时候在小众品牌你反而可以找到那种性价比更高 然后做工啊设计啊也都很不错的 今天总会分享八个包包来自五个不同的品牌 今天的包包里面有我自己买的 然后也有一些是pr gifts 但是我还是会就是又以我自己的实际使用心得 来跟大家讲它的优缺点在哪里 那也没有任何的品牌要配我说 欸你要讲这个你要讲这个 好我知道这个intro很长 但是你们等我等到最后 今天呢最后也是我就是希望借这个机会可以 就是回馈就是一直有在看我影片的观众 会有一个小小的giveaway 影片的最后我会跟大家讲就是这次giveaway的内容 所以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看到最后面 我知道你们会跳着看但是 每个包包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它的价钱 包含港币跟台币 首先第一个品牌就是poline 那其实我不知道它的实际的发音怎么念 我就叫它poline好不好 就是今天我就叫它poline 大家之前应该已经有看过 因为我有在卖包包那支影片里面有做过一个review 这个包包它的名字叫做No.1 Nano 然后颜色是Camel 它的售价是美金的340块 港币的2640块 或是台币的9465块 我会把review的影片放在下面的连结 然后大家可以再去看一下 我们先讲它的优点好了 它的优点是它其实容量比你想象中还要大很多 它的开口跟Celine的build bag有点像 一样是你这样子打开一个磁铁之后 里面是一个开放式的空间 然后后面有一个小小的卡夹 这一颗应该是今天要介绍八个包包里面 我使用率最高 然后我也会就是最长reach out到它的一颗 首先它的容量是我日常出门的东西都一定装的进去 甚至还可以再多摆一个就是飞龄相机这样子 第二个优点呢是它很好搭配 就是它可以dress up也可以dress down 像我平常你知道就这样子 就是一个非常休闲的outfit的时候 其实背这个也不会到那么的突兀 但如果你今天是穿一个blazer 或是一个西装外套等等 那你这样再穿上去 要半正式的outfit 其实你背它也不会有什么违和感 再来它的这个肩带是可以调整长度的 我的身高是164公分 我大概是用在第二颗 但是如果你的身材比较再娇小一点的话 它还有三格可以再往上移动 因为这样所以我觉得它其实不太挑身高 大只跟小只的女生应该都可以驾驭得到 最后我之前也有提过 我觉得它的底部是有四个小五金 所以它可以防止底的这个皮去刮到那个桌面啊 或是地板 缺点的话就是它毕竟是一个小包 然后再加上它的设计是要这样子要盖起来的 所以其实你可以看到你能装的东西 其实上面不能装到太满 不然你就会盖不下去 第二个是因为它设计跟体积的限制 所以你不能摆就是单一个 好像真的很大的物体进去 这样子你包包里面的arrangement 就会显得很奇怪 最后呢它的皮是这种相对光滑的皮 所以如果你是一个非常非常 比我还要不小心的人的话 你可能可以再考虑一下 但以我来说我用了大概四个月 其实这个皮都还是保持的蛮好的 所以我觉得也不算什么大缺点吧 下一个呢一样是Pauline的包 其实是我前两天才刚收到的 所以我也老实说 其实我只用它出去几次而已 但我稍微给大家看一下 这颗呢是他们家的berry包 这颗是美金320块 然后等同港币2500 或者是台币的8900块 我之前是看到Mag有介绍过这一颗 然后就觉得 诶其实真的还蛮可爱的 然后这个铅笔白的颜色 我也觉得很特别 这颗的话我可能没办法给到很完整的review 但是有几点我觉得已经可以highlight给大家了 那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 它要怎么开 它上面有个这样子的扣子 然后你就是这样滑开 之后这边是磁铁 你就这样打开 里面一样就是一个一目了然的open space 首先第一个优点是 它的皮质是这种荔枝的牛皮 所以它是一个非常耐用又耐刮的朋友 再来第二个是我觉得它的设计跟颜色实在是太好看了 再来呢它的肩带也是可以调整 如果你想要把它调的更长一点的话 你就是可以这样 两个一起往上拉 就会变长了 可以两个一起 它就会变短了 那我自己的话当然是比较常侧背 但是你如果把它调最短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它当成是一个夜下包 或是你就当成这样子一个手提的包包 我觉得也会蛮好看的 那这么可爱的包 在我用了几次之后 有发现几个小缺点 第一个是它的容量 你不要看它两个看起来差不多对不对 它的容量这个大很多 因为它的底部是这样子一个打结的设计 所以其实里面你实际能够运用的空间是没有那么大的 然后也因为这个底长这样子 所以你放在桌上的时候 它是会就是没办法好好地做着 这样 再来有一个小缺点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使用错误还是怎么样 就是我把肩带调到一个适合的长度之后 我可能走一走 它的那个就会慢慢跑掉 然后越变越长 我就每隔一段时间又要再重新调整一次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我使用上面的问题啦 所以如果有人有这款包 然后有知道怎么解决的 欢迎在下面留言给我 就是救救我 Hello 各位 我想很快地跟大家update一下 这个包我在年假的时候用了两三次 然后我有天穿了一个牛仔裤 结果上面那个color transfer非常的严重 我这个已经有尽量小心地把它擦掉 但是还是有痕迹 真的大家如果买浅色的包 就不要穿牛仔裤 不然染色真的会很心痛 那当然一定会有人问 如果这两颗只能选一颗 你会选哪个 我个人的话一定是选这一颗 再来下一个呢 就到了我们香港本地品牌 叫做Femmance 这个品牌是大概这一两年 慢慢开始越来越多人知道 甚至台湾可能也会有朋友知道这个品牌 那今天这两颗都是他们送给我的 那首先这一颗它的名字叫做Color 这颗的颜色是Chocolate 我应该没有念错吧 它的售价是港币的1600块 但是我看官网现在有在打折 所以是1408块 换算的台币是大概5000块左右 然后如果现在满港币300块的话 其实台湾、香港、澳门都可以免运 就是FYI 首先它的优点是他们家的包包可以客制化 所以如果你想要送礼的话 像我这边就有印了 Cindia 我的名字在上面 这个包包我觉得应该算是FAMOUS他们家 现在最被人家所认识的一个包款 首先它的设计真的是非常有辨识度 你走在路上看到这个包 你就会知道它是来自FAMOUS的那一种辨识度 再来我必须要说 我觉得以这个价位 它的皮质跟设计跟整个做工 其实真的是性价比很高的一款包包 再来呢大家不要被骗了 这个肩带是可以调整的 对我之前以为它不能够调 所以你侧背可以是这样子 这一颗我是觉得小子女真的可以考虑入啦 因为首先它的性价比真的蛮高的 然后第二个是它们有很多的颜色 所以你可以按照你平常穿衣的风格去选择 然后再来呢你日常会需要的东西 其实这一颗基本上也都放得进去 那缺点的话呢就是因为它的皮是属于 比较稍微硬挺一点的 没有到非常硬 可是就你看它不是那种 像我Joy Grayson那个包 或者软趴趴的这样 所以你日常的东西都放得进去 可是你如果平常有很多 啦理喆喆啰喰 然后就是体积比较大的东西要摆的话 这颗可能就不是最适合你的 喔再来有一个是我就是个人的小Preference 就是虽然说 这个背了不会勒到脖子或怎么样 但是我自己是比较Prefer 宽肩带的 讲到宽肩带 我们就讲下一款包 这个包是Famance的Vessel 它的颜色应该是 应该是Vanilla 这颗包包的售价是港币的2100块 但是官网现在是卖1848块 然后折合台币是6600左右 那这个包呢 我觉得我会用的比刚刚那个color还要多 就是for a couple reasons 首先第一个它是宽间带的 再来是它的容量真的是比刚刚那个还要多很多 所以如果你是那种出去会 就是Lidicoco买一堆东西的话 你买这个好不好 你买这一颗 它的开口是一个磁铁的设计 然后它里面就是一个大的空间 然后有一个隔层 这个我觉得蛮特别的是 它的设计是有两种皮革 这个是比较硬的 然后这边是软的 所以它容量也比较弹性一点 缺点的话就是它这个肩带是固定的 所以你就是单一背法 如果你问我这两个要选哪一个的话 我个人应该会更喜欢这个 因为我平常杂物比较多 但如果你平常没有到带太多东西出门 然后也不介意这个肩带的话 我觉得这个是它们家蛮classic的设计 总结来说我觉得Femmes真的是 其实性价比还蛮高的一个brand 虽然说我觉得它们家的那个image比较偏 就是轻手女 就是 girly一点 但是你还是可以就是自己做一点twist 然后把它变得更休闲 再来我们就进到韩国小众品牌 Joy Grayson 这个呢也是我上一次的影片里面 已经有做过review的Sierra Shoulder Bag 那颜色呢是off weight 它在官网的售价是358,000W 然后现在有在打折变成286,400W 大概等于港币的1845 或者是台币的6600 我那个时候是找韩国代购帮我买的 我后来在网络上面有看到 有一个网购网站 Wand 网站叫做W Concept 但是它的售价是真的贵蛮多的 我查到同样一个包 现在在那个W Concept上面 是卖港币2753块 或者是台币的9835块 所以其实我觉得那个价差有点大 那我不确定是中间的运费啊 或是税金啊是不是有关系啦 但我会建议大家可以就是问问看代购 然后再比价一下看哪一个比较划算 因为之前介绍过了 所以我就很快的带过 它的优点有什么 它很好装 非常好装 你看它的皮质这样软软的 就知道它有多好装 另外它简约中还带有一些设计感 背带是可以调整的啦 然后整体的皮革 虽然是偏软的 但是我觉得都还算是耐用的 至少我用到现在 被我摧残了几个月 都还算是OK的状态 缺点是什么呢 就是它软趴趴 大家有没有看过 那个机制劳房生活里面 那个吸毒的男生 他就是他 这个包就是你放着 它就这样 然后黏到别人身上的那种感觉 就是它 另外之前有讲过 就是它是半月型的设计嘛 你就会比较难 一只手把它拉开 然后再收回去 这个包应该是目前使用第二名的包 我也真的很爱它 那下一个也是Joy Grayson的包 是我跟刚刚那个一起买的 就是这个 它的名字叫做Caribbean Tote Bag 然后颜色是Natural 这个包包的售价是178000块 又等于港币的1150块 或是台币的4100 但是一样在W Concept买 它的售价就贵很多 是港币的1750 大概等于台币的6255块 它的优点呢 是它非常的好装 然后它里面会有很多不同的隔层 像是这里可以装水壶 然后这边是一个卡层 然后这边有一个拉链的带子 所以它的功能性是很够的 然后第二个是它的设计上面 我觉得它的大小是刚好 像我这样164公分的女生背起来 是莫名的好看 我不知道怎么去解释那个感觉 就是因为通常toe bag 你不会背向神嘛 可是这个toe bag 你背上去 我又觉得这个大小像 卡在那边还蛮好看的 缺点的话 首先我觉得 因为它已经是帆布加皮革的设计 所以自重就已经还蛮重了 你如果再加上一个 就是电脑啊 或是Lily Coco的东西 把它加进去 真的肩膀会很酸 因为我试过两次吧 真的背了一天之后 它肩膀超酸 所以嗯 这个是我觉得还蛮大的一个缺点 虽然它背起来真的蛮好看的 可是背久了 真的肩膀有点不舒服 大家可能会想要问 就是可不可以放到电脑 这个是我的Mac Pro 应该是13inch吧 它是可以放进去的 不过它就要这样子斜斜的放 然后你提起来的时候 就会变这样 大家看到吗 然后再来一个还蛮致命的缺点 就我其实没有很推荐大家买这一款 原因是我觉得它的性价比真的没有很高 怎么讲 虽然说我觉得它是实用的包 可是有点没办法justify 你花几千块台币或港币去买它 所以这个 我觉得它是好看的 但是我没有很推荐大家买 希望Joy Grayson不要缝杀我 在下一个可能是比较没有那么多人听过的 是一个法国的小众品牌 叫做RSVP Paris 那大家可以看到它的底部有写RSVP 这个包它的名字叫做Munchkin 它的颜色是Cognec 它的售价就稍微高了一点 它是港币的4500块 然后大约等同台币的16100块左右 那这个是他们送给我的公关品 但是是已经大概100年前了 我的这个包是Smooth Cow Skin 所以它是比较光滑的小牛皮 如果你怕刮坏的话 它们有另外一个就是Grain的荔枝皮的版本 但我那时候是觉得这个包 好像就是要这样亮亮的才好看 对吧 因为我也是第一次接触这个brand 然后我觉得它整个brand的氛围 给我一种很法国当代艺术的气息 你们如果上它的官网看就会大概知道我在讲什么 给人一种很简约但是很modern的感觉 第一个我觉得是蛮大的好处 它是global free shipping 第二个是它的设计 我真的很喜欢 就是一种简单不啰嗦的感觉 打开之后一目了然 一个简单的pocket Done 再来它这个肩带也是可以调整的 所以一样对于不同身高的女生来说 应该都还蛮可以驾驭得到的 容量的话以这个帽丝是小肺包的包来说 我觉得它的容量还算是蛮可以接受的 就是你很基本很基本 日常的东西应该都可以摆得到 因为它的价格相较来说是比较高的 然后我必须说我觉得 你如果这样摸的话 你真的可以感觉到 其实那个皮的手感是有差的 缺点的话就是因为它的这个皮是光滑的小牛皮 所以比较容易会受伤 没有那么耐操 另外它的底部也没有像刚刚Pauline的那个小的 小五金可以保护它的底部 所以如果你买了这个的话 出去要小心一点 不要把包包随便乱放 另外一个缺点就是它入手的那个价格比较高 我觉得如果你今天是真的小资女在找第一款包的话 可以先不要选择这一款 但是如果你今天有预算或是你很喜欢这个包款的话 我觉得它们家的整个做工跟设计也是还蛮值得入的 背起来也是这样小小的很可爱 就是体外花但是它们有一个那个墨绿色的包 我也觉得超好看的 再来最后一个包呢 讲到小资女的brand怎么可以错过这个包 就是JWP 这个是mini flap 然后颜色是ivory lizard 它的售价是港币的704块 所以大概是多少 就是也是两三千块台币 所以这个是所有的包款里面算是最平易近人的包包了 我老实说我已经有一段时间没有用它了 里面有一张卫生棉 sorry 首先呢是它的容量 你不要看它叫做mini flap 但是其实它可以装的东西很多 它里面是这样子 主要的两个 然后两个小卡架这样 它的这个皮算是比较硬挺的那种 可是又不会挺到让你装不进东西 正因为它这些隔间都算是挺的材质 所以你东西放进去它不会乱乱跑 你知道吗 有些包啊 你就是隔间比较软一点有没有 然后东西摆进去之后就会 就是很调皮的到处乱跑 这个不会 你摆东西在里面它就是长样子 然后它的晒的东西也比想象中多很多 缺点的话是它这个肩带的长度非常的尴尬 肩背好像有点太长 但是侧背又太短 所以我有其他选择的时候我就不会特别用它 一分钱一分货啦 所以你真的可以感觉到那个皮跟其他价位高一点的那个皮 也是真的差蛮多的就整个质感啊 设计啊其实都还是有差 另外一个小小的缺点就是因为我觉得现在太多人在用JWP了 所以你走在路上真的是还蛮容易会撞款的 在香港我觉得最容易撞的小众品牌应该是小CK跟JWP吧 好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八款不同的包包 我当然不是一个包包的专家 但是我就是一个喜欢收集 然后喜欢尝试不同包包的人 那希望今天的影片对于正在找包包的朋友 可以有一点点的帮助 那接下来就到了我们的giveaway的时间 然后我也是很临时的就是下定了这个包包 是我自费购买的 最后呢想说就可以支持一下我们香港的本地品牌 所以我就自己买了一个Femmins的那个Vessel包包 那这个包包呢 你们呃 赢家收到的时候就会是长这样子 里面会有一个简单的说明书 然后会有一个防尘袋 虽然不知道会不会有人想要跟我同款 但是我买了一个跟我一模一样款式的 这个Vessel的包包 要怎么参加这个giveaway呢 首先要请大家订阅我的频道 然后去追踪我的Instagram 然后留言在下面跟我说 你希望可以在我的频道上面看到什么类型的影片 或者是你想要跟我说的一句话 对就是很freestyle的啦 然后要麻烦你留下你的IG account name 还有你的email 一定要有这两个才会被consider 不然的话我有点难找到你 这一次的活动目前是限定台湾香港跟澳门的朋友 所以国外的朋友就是先不好意思 我下次会再想办法让它发声 然后因为我不知道这支影片什么时候会上线 所以所有详细的相关资讯 我会放在置顶留言 还有info box 所以大家可以以那两个为主 大概是这样子 那希望大家觉得这支影片有使用到 然后希望可以有帮到你们啦 大概是这样子 我讲到口感舍燥了 我们就下支影片再见吧 拜拜